镜头转到香港 在被拘押近40个小时之后 香港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 今天上午接受专访 他表示 没想到自己这么快就被抓捕 同时这也是他第一次背上手铐 在黎智英被捕之后 香港民众爆买《苹果日报》 一传媒股价也在下跌之后一路飙高 民众的支持让黎智英感动 多谢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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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多谢您 最后黎智英使用广东话回答提问 一度哽咽无法说下去 最后黎智英表示 被铐上手铐时 没有一刻感到悲惨或是屈辱 因为他知道自己正在做对的事 黎智英被捕之后 香港民众爆买《苹果日报》 一传媒股价也在下跌之后一路飙高 黎智英表示 香港民众的支持让他感动不已 新唐人记者田锐综合报道 香港民众的支持 香港民众的支持 香港民众的支持